來 下一條 五之一 五之一 第五條之一 來 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好 來 請段委員 這個五之一啊 對原來的條文的修正的重點是在於 原來的現行法的規定啊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者社會安定違反第二條之一 就是我們剛才討論的第二條之一啊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併合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你今天 危害了國家安全 結果 這個刑度啊 是跟刑法三百二十條的普通竊道罪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完全不合理啦 可是我頭頭的問題 結果你做間諜啦 你建立組織啊 要危害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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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政秩序啊 或者是你當 這個敵對勢力 你這個洩漏機密給他 結果呢 是跟普通竊道罪是一樣 所以呢 在這個修法的重點呢 是希望 加重刑罰 然後這個 定定啊 最低刑度 最低刑 的這個規範 然後 做各種態樣 做不同的 這個 呃 刑度的規定 除了這個之外 對於 參加這個 參加的組織啊 所有的財產 我們參考 組織犯罪條例 第七條的沒收規定 那麼 也配合 刑法 三十八條 的這個 用語啊 就把它 整合起來 有過去啊 沒有這個規定 所以呢 對於 參加組織的財產 對於這個 參加這個組織之後 你個人所增加的財產 除非你能夠證明它的 合法來源 否則都一併沒收 不然的話 參加犯罪 一般的犯罪組織 財產會被沒收 可是呢 接受 國 敵對勢力 的補助 資助 這個財產 你沒有法員可以沒收 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這只是為了要 在 刑法的合理性 跟建立 應該要有的沒收制度 所以提出這個修正動言 謝謝 來 黃委員 國昌 針對有關於第五條之一 的修正條文 之前 時代力量黨團 我們有提 我們黨團正式提案的版本 那只不過說 沒有病在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再修正動議的方式提 我們當初提出時代力量黨團 的版本的時候 也就是現在反映在所謂的再修正動議上 主要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提高行動 這個沒有問題 大家都有共識 發展組織等等的部分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真的是嚇壞人了 那導致我國過去 很多 我們的國安機關也好 檢調機關也好 很辛苦的抓到共諜 結果判出來的那個刑度 簡直讓人慘不忍睹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當初所提出來的條文裡面 也的確 就是 跟組織犯罪防治條例一樣的 發展共諜的組織 危害我們國家安全的組織 那如果黑道幫派 他們的組織財產都要沒收的話 那這一種 國安的組織財產 哪有不沒收啊 是可能性 那這個也是 我們當初 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 提出來的時候 最大的特色 那不過我也不敢 獵人之美 我覺得在立法 過程裡面 有提這樣重要建議的人 應該要清楚的展明 這個是台大法律系 的林玉雄教授 在國家機密保護法修正完了以後 那他直接跟我聯絡 說我們的國安法有重大的漏洞 那同時他也強烈的建議我 所以要寫一個條項 那針對有關於組織財產 必須要沒收的部分 那予以處理 那當然我也接受了 林老師啊 非常好的建議 所以在時代力量黨團的法案 提出來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的 把這個條項列出來 好 那目前 針對 剛剛段宜康委員所報告的 就是民進黨團的再修正動議 因為 最後 可能在第五條 之一法則啊 的部分 那民進黨後來 所提出來的再修正動議 針對他們之前的版本 有比較大幅度啊 的變動的部分啊 我大概 稍微溝通一下 看有沒有可能改 就是說 我的概念啊 還是一樣 你幫一般的外國 發展組織 跟洩密 跟幫境外敵對勢力 發展組織 跟洩密 這是兩個危害 完全不同等級的 完全不同等級的 那這是為什麼 我們在處罰的條文上 我們認為 針對 所謂幫一般的外國 發展組織或是洩密 譬如說美國嘛 也有可能 需要知道台灣很多事情 那跟幫敵國發展組織 跟洩密 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在刑事的處罰上面 必須要與區別的對待 那這樣子的倡議啊 在國家機密保護法裡面 並沒有獲得採納 那我們表決輸了 我們也只能接受這個結果 但是在國家安全法的層次上面 我要再次的 提出呼籲 它真正最大時效性的部分 就是針對境外敵對勢力 國際恐怖組織 要侵害台灣主權 要危害台灣民主自由的 那一些 不管是敵國政府實體或其派遣之人 是不是針對他們的處罰 能夠進一步的提升 那不要把它 跟一般的外國啊 同事 那這個是在整個立法的政策 跟在整個立法的結構上面 我們要再次 再次 提出呼籲的 好 那個 法務部有一個意見 就是第五條之一 第一項 後面的 在併科新台幣 新台幣 三千萬以下 支 法金的支 是把它刪除嘛 不要支 第二項也一樣 第三項也一樣 大概法務部這個支 是希望能夠 把它做文字的一個刪除啦 那麼現在 有兩個問題要處理 第一個問題就是 時代力量黨團的提議是包括 第二條之一的第二項的部分的處罰 這個恐怕後面 就不要啦 所以 現在只是 就是 針對第二條之一還有其他的 就是 行度的問題 那這一方面 剛才 施量力量黨團的提出 那 各黨團有沒有什麼意見 不重要 如果民進黨黨團這樣子 你覺得 在哪一方面 要來做 第幾項要做修正 不 我們具體一點 好 我們具體一點齁 就是說 前面在立法技術上面的問題 因為做了附帶決議 所以我們同意了 民進黨黨團 第二條之一 他們所列的 那三款的太陽 好 那我們現在更具體的建議 很簡單 就是 針對 泄密 給敵國 跟 國際恐怖組織 境外敵對勢力 跟泄密給一般的外國 在罰則上面 做區別對待 拉得更高 那 這個條 就是說現在 最重要的是 討論基本政策立場的問題 只要基本政策立場 大家都同意 或者是執政黨願意 往這個方向修 我條文馬上可以做處理 因為要match他們之前 我了解 第二條之一 他們設置了三款 那我現在所寫的條文 是match我們自己 本來的第二條之一 那但是如果說 我們現在第二條之一 已經同意 用執政黨黨團的 版本了 那如果我剛剛所提的那個 立法的政策方向 那願意支持的話 那我們第五條 之一的部分 就可以相對的 去做一些調整 那 應該是這樣講嘛 就是 黃委員的意思 就是對敵對 跟對外國這個還是要有點區分啦 齁 齁 那 那各黨團的意見怎麼樣 如果預備 因為這個方向確定 才有辦法進入細節 來 法務部 主席 各位委員 那個這個部分的話 那黃委員的意見 過去在 這個 審查 國家基金保護法的時候 就有提過啦 那後來呢 不是 行政院呢 也做一個統合性的 整理 包括刑法 包括營業秘密法 入海公金刑法 國家情報工作法 等等這些都有涉及到 涉外 那涉外的話 我們今天說還是只用 行政部門認為說 只用兩級 一個是在國內 一個是對境外 境外包括 這個大陸 入港澳 外國跟境外敵對勢力 這樣的立法力 那是不是我們建議說 黃委員這邊 是不是按照過去的立法力 以後如果再調整再調整 因為事實上現在 會對台灣有威脅性的 絕大部分是中國那邊 入港澳 那所以 不要再分三情 是不是這樣的可信性 來 國家基金保護法剛修完 來來請黃委員 來 現在我們在討論的是 國家安全的問題 行政院過去的立場 我知道嘛 我也說了 你們那樣子處理的方式 從理論上面來講 我就沒有辦法支持嘛 那國家機密保護法 就按照你們的意思 過了就過了啦 但是我必須要講的是 國家安全法的這件事情 我希望能夠再爭取一次 是不是可以嘗試的理解 因為這個事情 我跟很多人談過啊 我也問過刑法的教授啊 大家都贊成啊 你幫境外敵對勢力發展組織 洩密給他 跟幫一般其他的外國 洩密發展組織 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啊 那針對境外敵對勢力加重處罰 為什麼要反對啊 我不懂啊 那當然啦 你們說啊 國家機密保護法這樣子 所以這裡也這樣子 但問題是 你是不是願意重新的想一想 現在台灣所面臨的國家安全的威脅 針對境外敵對勢力加重處罰這件事情 到底哪裡錯啊 不僅在理論上面 完全有道理 在實際上面也可以增加威嚇的效果 你們為什麼要反對啊 現在就是 黃委員 已經 對 講得很清楚就是 在境內的發展組織 是針對敵對勢力 還是只是一般的國家 跟我們沒有敵對 那在幫他發展組織 這個 這個行動是一樣 這個感到奇怪 啊針對這一點 你們怎麼講嘛 這部分是 行政部門也考慮過啦 就是說 事實上境外敵對勢力 真正的就是跟 陸港澳 大陸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說 應該只剩他們而已 但是黃委員他 思考更深嘛 如果有為其他 非敵對勢力的國家 國家也同樣在做 危害我們國家安全的問題 那你的行動是一樣 我們不能把 把敵對勢力只限制在中國跟港澳嘛 那兩個行動都一樣那麼高 這樣合不合理啦 這樣子啦 這個前提都是在危害國家安全啦 所以你覺得 不管是其他的外國 只要是危害台灣的安全 其實都一樣要行動的啊 OK 來這邊剛才 因為五條之一啊 他的前提是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那既然想要危害國家安全 我管他是香港 是中國 還是其他哪一個國家 還是哪個 你要危害我國家安全 要危害國家安全 你的 因為你的對象 結果因為這樣子 有分出有輕有重 我覺得應該都要加重才對啦 來來黃委員 那來在政委員 把黃委員來在你 對不起喔 因為已經投 意圖喔 是主觀犯義喔 意圖是主觀犯義喔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客觀的行為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客觀的行為 現在討論的是客觀的行為 就意圖的那一件事情是什麼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跟 他實際做出來的事情 會危害國家安全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這是兩碼子事情 我的再講的更具體一點 你要真切的理解 這個條文的意義 跟他實際上面運作的效果 就要去看實際的案子 在實際的操作上面 發展組織喔 泄密也好 發展組織我就講具體的 因為我們實務上面的判決 對發展組織的概念 已經拉得蠻廣的啦 所以我覺得夠了 我今天去介紹一個外國的軍官 想要知道 譬如說台灣 潛艦國照或是國艦國照 他相關的機密 那 我介紹 他認識的是一個美國人 他是幫美國CIA幹的 他想要知道說 台灣現在潛艦國照發展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美國CIA認為 或國家安全局認為有掌握的必要 另外一個 是他介紹 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務 這個意圖喔 不用去擔心他啦 在這些具體客觀的行為上面 這個意圖的犯罪構成要件都成立了 現在我們在討論的是你的客觀行為 因為你對象之不同 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危害會不會不一樣 就很明顯 完全不一樣嘛 那既然不一樣的話 針對洩密給境外敵對勢力 國際恐怖組織提高刑罰到底哪裡錯啊 我只是希望行政部門是不是在 就是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提不出來 你們反對的理由是什麼啊 你根本沒有講實質的道理啊 你講來講去只有說 因為國家機密保護法這樣過了啦 來 曾委員 謝謝 基本上喔 這個第五條之一 他的主持是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 那我的看法是不管 哪個國家 他或者是個人 他竟然要危害國家安全 尤其是要危害中華民國安全 我當我主張全部加重 那至於剛剛 黃國昌委員他講的很有道理 但是他不同的太一樣 不同的情況 法官在宣判 在量刑的時候 就會考量 謝謝 那好來 請請請 我再說明一下 剛才黃國昌委員所指教的 第一項才有意圖啦 就有一個意圖 比方說發展組織罪 第一項叫做發展組織罪 為大陸為美國來發展組織 或是為ISIS來發展組織 都是同樣的罪 行程一樣 第二項第三項不必意圖啦 只要泄密 泄密給CIA 一樣造成泄密罪 泄密給 大陸一樣的 這個泄密罪 這個就沒有意圖 這二三項沒有這個加上意圖 好來請 對不起陳市長 所以呢 剛我在解釋意圖的部分 我是剛剛就段儀康委員的指教 進一步的說明嘛 為什麼段儀康委員 他這樣子想 似乎很有道理 我跟段儀康委員報告 按照實務上面的判決 實際上面 去處理意圖的部分 但是還是回到 你們的法案政策立場 好那不用意圖的部分 你就先 接下來的部分 你現在跟大家講的還是一樣嘛 我泄密給美國的CIA 給泄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務 在你們的法評價上面 立法政策上面 竟然是一樣的 我就認為不一樣啊 我認為要區別對待啊 泄密給中共政府的 當然要加重處罰 幫他們發展 組織的 當然要加重處罰 這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這對台灣是好事啊 你到底在反對什麼啊 用整體性的考量啦 對嘛 你所謂整體性的考量是什麼 用到底說服我嘛 講的都講那些抽象的 整體性的考量啦 整體性的考量啦 都可以在裡面處理啊 我聽不懂啊 你所謂整體性的考量是什麼 對象事實上呢 在從刑法的評價上面 見仁見仁的看法 不一定說 每一個不同的對象 就要不同的對待 那 事實上呢 這個整體第二項第三項 泄密的話就是 危害國家的安全 對嘛 所以我現在就請教你嘛 請問我們現在這個法律 保護的法義是什麼 是不是國家安全的法義 沒有錯啊 對啊 那泄密給 一般的國家 我 我們的友軍 我們的盟國 跟泄密給我們的敵國 對國家安全法義的侵害一樣嗎 我們這個有上下限嘛 那上下限 法官就可以裁量啊 對嘛 現在是你在講說法官的裁量嘛 啊我再跟你講的更距離一點啦 我就是不相信法官的裁量啊 我認為在立法上面 就應該行度上面區別對待 很清楚的宣示 我們中華民國在這件事情上面的立法政策立場 就是你敢洩密給敵國 你敢給敵國 幫敵國發展組織 我就是要加重處罰啊 我不會把這麼重要的權力 交給我們法官的裁量 立法者要有擔當 去做出這個決定出來 好 那 來 管委員 那請問一下 因為我在那個 時代力量的版本 也沒看到這種區分啦 所以那個 蛤 所以你們 第幾項來 你們第幾項大概在第幾項來 好最高是幾年 那如果說那個呢 法務部如果我們把最高型 最高型就加到 您認為敵對勢力的最高型呢 來 第幾項 這樣的版本 他勢必要重新寫 他因為他的複印的是二字一的部分嘛 齁 所以說目前講了半天看 根本沒有版本嘛 這個問題已經在 國際保護法上面已經處理過 已經討論過了 只要你是洩密 今天的境外是不一樣 你不能說聲音給美國人 我們處罰比較輕 對國家安全的侵害 哪裡還要分說這個 以前給我們不錯 這給你先免給美國 美國 現在也可以轉給中共啊 這個 我們這樣 哪裡還有什麼 既然是一個行為 對國家的傷害 還分說你 你是哪一個國家 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法律上很難處 很難處理到這個 而且這裡面有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有對應到二字一的第一款 第二款第三款 請大家看清楚 那至於黃工廠委員 你的版本你想 你的版本在哪裡 好 那沒有關係 拿出來討論 因為這個在過去 我們在國際經營保護法 保護法上面都處理過了嘛 好來 請換位 已經說一字心的從中了嘛 好來 請換位 剛剛有很多委員指教喔 說你的版本在哪裡 你的版本在哪裡 就在我們現在桌面上的白紙黑字裡啊 寫得清清楚楚的啦 我想 可以有基本閱讀能力的人 應該都可以看得到啦 然後 第二 我二字一 我已經同意你們民進黨黨 團的條文了啦 啊你這樣還要吃豆腐喔 我再說一次啊 剛剛有很多委員指教喔 說你的版本在哪裡 你的版本在哪裡 我再講一次啊 白紙黑字在你的桌面上 有基本閱讀能力的人 就可以看得懂 好 第二個 在講說行動上面 差別在哪裡 因為我再講一次喔 第二條之一 我基本上面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盡量的好好的去處理 希望按照民進黨黨團的條文規範結構 二字一我雖然覺得不夠 但是我願意退讓 第二個部分 附帶決議 這個都有 錄音錄影都會 在公報紀錄上這便坐啦 現在就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好 幫 我們講的最具體啦 幫中共 幫中共 在台灣發展組織 現在是 這個喔 是我們現在 在國安法裡面 適用最多的行為太陽 幫中共發展組織的這件事情 按照目前的規範 按照目前的規範 第五條之一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第五條之一 針對違反第二條之一裡面 有關於發展組織的行度 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因為現在大家希望 進入細節來看行度嘛 好 我們的設計 你幫一般其他的外國發展組織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我可以同意 但是你敢幫中共發展組織 我定的行度 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 如果還有具體的食害 導致會危害國家安全 除無期徒刑 還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先就發展組織啦 這個在國安法裡面太陽用的最多的 民主進步黨的行度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區分敵國一般外國發展組織 都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的設計 你如果幫一般其他的國家發展組織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OK 但是 如果你膽敢 幫共匪幫中共政府 幫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發展組織 基本起跳的行度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有進一步的食害 除無期徒刑 除無期徒刑 還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這個是我現在的設計 你如果說齁 好 再退一步啦 好 洩密的部分 好啦 洩密的部分 大家想說 洩密的部分 我們國家境遇保護法處理了 沒有區分 好 那我可不可以再爭取一下 洩密的部分 按照行政院的意思 洩密的部分 我們就不要區別對待 雖然我認為啦 還是要區別對待啦 洩密給美國跟洩密給中共 差別大不大 當然大 怎麼會不大 那但是 特別重要 重要的部分是發展組織的部分 幫中共發展組織 基本起跳 就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好 好 那 這個 法務部 能不能針對 這個剛剛修完了 第五條之一 我們有好幾個法 法務部 你幫他回答清楚 國安法 國安經理保護法 剛剛修完嘛 那 分類上 本來我們分類就是 今天境外而已嘛 那境外當然是已經採得很重 那假如說 要在中共的部分再採重一點 那前面那些法座 拿回來重修嘛 那這個在國安經理保護法 大家這個黨議都談過了嘛 好來請政委員 再請王委員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在各個法律上面 包含今天在談的國安法裡面 那因為他寫的定外敵對勢力也好 這些名詞 慢慢會統一了嘛 那但是因為我們不是寫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我們理解上當然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沒有錯 不過你會不會這樣寫下去之後 把那個這些什麼境外敵對勢力把它寫進去之後 那未來會造成說 譬如說未來有一些政爭 那可能有關出去外面 過期又有名堂的這種 那他們可能主張的是其他的 其他的 被認為是分裂國土好的 然後他也阻擋了 也做了一些 然後也做了一些事情 也可能募資也發生組織 好 然後最後會被落到這一條來 然後一併加重處理 會不會變這樣子 我想這樣好不好 麻煩那個法務部 稍微做一下統整 好 譬如說國家機密保護法 確實它是有區分 所以我們要不要跟它 怎樣呼應 你都考量看看嘛 畢竟國家機密保護法 它並沒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條件在裡面嘛 但是我們這裡是已經 危害國家安全了 所以我們如果再比 國家機密保護法更重也合理啊 好 因為是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嘛 那另外就是 國家機密保護法 也沒有處理發展組織這一塊嘛 所以一定齁 就是說 實在力量 黃委員他所提的 英語區分 英語加重 也符合我們 這法律上 橫平共同處理的原則 因為國家機密保護法 有分嘛 那既然有分 我們這裡再來區分的話 你們整合一下看看怎麼處理 給我們提一個法條的建議好不好 因為兩個版本的書寫不太一樣 邏輯不太一樣 一定要稍微做一些統整好不好 就一再修正動議下去整合 黃國參議員 時代力量版本 然後整合出一個建議文字啦 來請黃定委員 好 謝院長 在國家機密保護法裡面 講的是機密的洩漏 不管你有沒有危害到國家安全 我們可以3到10等等 那非故意的話 有的是7年以下等等 但在國家 國安法裡面 特別指的是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在危害國家安全裡面 它有兩個要件 一個是 這個危害國家安全 另外一個是 為外國 中國 港澳或境外敵對勢力 這個我先回答 剛才鄭雲鵬委員所提的 就是說 那我如果自己的政治主張 我不管在國內 或者跑路到國外 這兩個裡面都要符合 你到底有沒有 為外國境外敵對勢力 所共謀 通謀為他所用 還是我是在 我因為政治主張 被迫害或怎麼樣子 我覺得這個會有區別啦 這個倒不用擔心 所以我個人是贊成在 我們現在國家 不管從我們 這個國防部 每一任元首 在10個月內要提出來的QDR 這個我們的國防白皮書 或者在我們 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刑法 或者在我們 之前通過的法裡面 我們大概目前 所指涉的 唯一威脅 大概就來自於解放軍 來自於中共政權 所以 在針對一個直接危害威脅上 在量行的行動上 有所比例上的差別 這是很平的 這是對的 所以 我贊成該官委員所說的 我們是不是在 我們的五之一這一邊 針對對中共 就是 港澳 大陸或其他的境外敵對勢力 這個部分在發展組織的時候 在發展組織的時候 量行把它調高 那 你們當然裡面有各法條的 橫平的問題 或者跟其他相關法律 進合的問題 但是在 國安法有一個獨特性 它指的是兩個 我剛才講的 影響國家安全 一個來自於 為外國或境外的敵對勢力所用 這兩個都要符合 它並不會在其他法律上出現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 增結一點就在這裡的話 我本席個人是認為說 我是贊成 在針對中共這一塊 在比例上應該有所差別 因為確實它的威脅 跟CIA絕對不一樣 那當然是不同的 如果你把它放在 同樣的量型上的話 邏輯上也會有些問題 我希望法務部這邊可以處理看看 好 那 第五條之一 請法務部 再 整理看看 把這樣的精神 能不能在哪裡做一些調整 我們先保留 現在來處理 讓它整理 第五條之二 來 大家請翻開第五條之二 其實大家都是為 未來台灣的國家安全在著想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 全序部有一點文字的修正 好 來我們翻開 第幾頁 第五條之二 第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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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第五條之二 這個 這個 全序部 全序部 有一個建議 全序部有一個建議 就是在 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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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退休 就是 第一 一二三四五六 第七行 加一個後 就是 就是那個 退 跟 退 呃 退 就是職務 職務 加一個後 然後把 貨領售 這個 領售 拿掉 然後把 把領售拿掉 然後換成 好 那麼 大家看一下 全序部 針對 呃 民進黨 黨團的 再修正 動議 做了一些 文字 調整 就是 剛才 就是手上 大家拿到的 這個 黃色的文字 的部分 齁 齁 就是 啊 我念一遍 啊 軍工教肢 公營機關 夠 人員 與縣職 掛服役 或 退休 掛服職 啊 啊 頓號 吳 啊 掛服 加上一個後 然後有下類 情形之一者 商師起 請領 退休 啊 之 吳 啊 給予之權利 大概這幾個字的文字修正啊 這是全序部提出的啦 好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還要進行扁條的條文的討論 那麼針對 啊 這一個 五字二 有民進黨黨團再修正 還有我們時代力量黨團的再修正 動議啊 那我們 是誰要 喔 好來 請劉委員 你來說明 好來 對不起 我來詢問一下啦 可以嗎 這民進黨團要再修正 你要代表黨團 說明你們的再修正動議吧 好 好來 請 那個時代力量黨團所提的再修正動議 主要是配合我們前面條文的修正再調相次啦 那這一條 我們基本上面是支持王定義委員 他所提出來的版本 那相次上面要怎麼修 我們都尊重 沒有其他意見 好 好那這樣就很好吃 王定義委員你來說明 跟各位同仁報告 我們在五之二真正處理就是一件事情 叛國的 叛國的公務人員 含軍職等等 還可不可以領納稅人的退休縫 當我們99.999%的公務人員奉公守法 課中職守的時候 這樣子的老鼠齒其實是迫害國家安全 也傷害了我們所有公務公職 軍職相關人員的名譽 也不符合納稅人 沒有人願意繳稅去養叛國人 所以我們在五之二裡面的設定是 今 這一個判刑 犯了我們這 前面條列的相關罪行 判有期徒刑定驗以後 定驗以後 剝奪所有的退休給予 那退休給予當然是他相關的名詞 所有的都剝奪掉 那原來的法制是說 判有罪還根據量刑 則30% 70% 就形成像徐乃全這樣子的共諜 竟然還可以領7萬多的退休縫 這是不合理的 那第二個部分 在有關這個貪賭的罪章 為什麼沒有把它放進去 因為貪污治罪條例那邊 就有相關的處理了 而貪污治罪條例裡面 他的行為太多了 偷拿兩個回文針 拿一包衛生紙 一直到重大貪圖案 在裡面都會有處理的要件 如果放在這裡的話 可能會失去比例的原則 所以我們在衡量了所有 對相關人員的權益的保障 以及對國家安全的保障 以及我們納稅人的期許 所以我們五之二條 提出這樣子的一個修正 我們也希望 除了時代力量以外 其他不同的黨團能夠支持五之二條 以上報告謝謝 好 那 各黨團 如果沒有意見五之二條 我們就照 民進黨黨團的再修正動議 然後 依照前續部的建議做文字修正 我們就通過好不好 好 那就這樣子 那現在五之一條 我們要做 說明蘭的條式 說明蘭的條式 有有 就是照這個版本 我們宣告一下 說明蘭也要依據 剛才全續部的文字的修正來做調整 好 那現在五之一 呃 這個 附帶決議 國民黨黨團 你們在研究 這樣子 齁 我們下午一點半 一點半 我們繼續協商 第五條之一 第五條之一 你出來了嗎 那你文字 好來 來你趕快 那 那 你 好馬上列印 馬上列印 剩下五之一 那五之一出來了沒 好 好 在處理的過程喔 先把產創喔 兩個條文的資料趕快發下去 五之二都沒一些了嗎 五之二已經過了 好 那個 這五之一 來 來看看 那 你拿過來喔 都發 全部發下來啊 好來 什麼時候黃偉 沒有啦 現在在營印嘛 你也給他營印一下 好來 不是啦 那個 剛才五之一的修正 沒有啦 五之一還要修正 五之一 五之一 看一下 欸 那個 法務部啊 聽一下好 我不好 好來 那個 你們現在那個條文的結構齁 就是說 基本上面啦 因為 為 大陸那一邊啊 去發展組織喔 是 我們現在國安法最常用的太陽 那所以 雖然我在 理論上跟實際上 我自己的主張還是 其他全部都要區分啦 但是 如果說你們願意做這樣子的一個 不要說讓步啦 你們願意再往前慢一步 為中國發展組織要加重處罰 我基本上 這樣的條文我可以認同 好 那但是我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齁 就是說 你們現在條文的結構寫成這樣 第一項寫成這樣 那如果是為 中國違反第二條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的規定的話 啊你那個罰金刑是要怎麼罰 因為你後面有罰金刑嘛 你後面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可以併科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嘛 啊你前面對中國的部分沒有道理 只有坐牢不要罰金啊 錢也給他罰下去啊 怎麼樣 是不是定一個五千萬以上 就這樣一億以下 好啦 好啦 那這個本來要 要賣掉台灣了 但要罰重一點啦 沒關係啦 這個看他怎麼寫 沒關係啦 怎麼寫一下喔 喔您啦 看得很認真 不好意思 那個給官委員看一下 沒有嗎 有嗎 都有了啦 都會畫在桌上 好啦 這個 一樣技術問題啦 你看一下五條之一齁 我們在紅字的部分是增加了大陸地區 我們加重比例到七年以上 這我們現在有共識嘛 那你看他後面接著寫 違反第二條之一 第一款 這個規定者 處三年以上 巴拉巴拉 等於是說 我在這一個款裡面 特別把大陸地區標示出來 在七年以上 可是罰金其實還是在裡面啊 沒有沒有沒有 你以為他把他拿掉了 不是不是 我沒有說要拿掉 我的意思是說 把他加重是不是 不是 這個法條的結構喔 看起來會非常的像 只有後面 為中國以外的 刑加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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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想要再增加 罰金的部分再增加五千元再依一下 就是在 以上 這個 好 你把這樣就 那個 好 來 第五條之一的第一項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 為大陸地區違反第二條之一 依款規定則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五千元以上 五千萬以上 一億元以下罰金 據點 需要上限嗎 就以上就好了 沒有關係啊 這位 你就 沒關係 買個大陸小細節 為大陸地區以外 違反第二條之一 第一款規定則 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 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這樣可以嗎 主持的金額要說 可以啊 好 那就這樣子啦 好 定案就好 好 那我們就修正啦 好 修正 那五至一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那我們 一本 你要講嗎 那個 不要不要不要 就這樣就好 好 修正 說明欄 授權 是不是我們在做調整 好 好 那另外二條之一 剛才我們少這一個 二條之一的那個 說 不是 說明欄的第二點 就是第二頁 第二 二的第二行應該是違反組織犯罪皇制條例 一億 少兩個皇制 是不是 那補上去 好 那就五千以上一億以下嘛 你們的意思是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喔 好 那五至一我們就修正通過啦 好 可以齁 好 那五至一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那個